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 一起读经 一起灵修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八节 世人说 耶和华啊 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贡物 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 葛培里牧师说 顺服基督在你身上的要求 把任性的本性置于他的管理之下 就能像他那样柔和谦卑 且合乎主用 愿是每天用他恩惠的道 建立我们 是我们彰显他国度的荣耀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去乌存经 我们思想 去乌存经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阿末斯书第九章 一到十二节 阿末斯书九章 一到十二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爱主更深 却愿神爱我主 爱主更深 我心向主倾途 愿主天赋 求主安慰我哭 阿末斯买我主 爱主更深 爱主更深 从前他乃是书 但故今生 今日说爱为你 如爱其证 每次看求天赋 使我生爱我主 爱主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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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苦难之中 不改我心 愁地对我随求 念主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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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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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我苦 歌唱 指望神爱我主 爱主更深 爱主登上 阿摩斯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 祂说 你要击打柱顶 使门槛震动 打碎柱顶 落在众人头上 所剩下的人 我必用刀杀戮 无一人能逃避 无一人能逃脱 他们虽然挖透阴间 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 虽然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们来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 我必搜寻 捉出他们来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 我必命蛇咬他们 虽被仇敌掳去 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 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 降祸不降福 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 地就消化 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 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 如同埃及河落下 那在天上建造楼阁 在地上安定穷仓 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 是他的名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啊 我岂不看你们如古石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领菲利士人出加菲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 主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 也赢不着我们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墓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胜的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 耶和华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阿摩斯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九节 阿摩斯书九章九节 经文说道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阿摩斯书九章九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阿摩斯书九章九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阿摩斯书九章九节 继续 请听苏纳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去屋存经 神要继续做筛选的工作 无论我往哪里去 我们都要经历考验与筛选 在各邦 神的选民都要向麦穗 经过打鼓机 魔鬼甚至猛力地翻动 搏击 想把信徒从里边筛出去 世界不信神的潮流 也不断地冲击我们的信仰 使我们落入疑惑与惊慌 世人更在一旁 冷嘲热讽 想激动我们的心 偏离正道 更糟的是 教会中 便捷被盗的状况 层出不穷 使得动荡不安的局面 更是雪上加霜 变本加厉 哎 让这样的局势 继续下去吧 所谓 板荡是忠臣 疾风之净草 而神的恩典是这样保守我们 有如经文最后一节所说的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那些好的鼓励 都会被存留 好的信徒一个也不流失 若真有什么损失 对信徒而言 身外之物的损失 也算不得什么损失 只要我们活在基督里 我们是绝对不会有 被筛落而遭淘汰的命运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 不要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 祂的恩典天天够你用 旷野玛纳陪伴你 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祝地恩典打他笑笑 祝地恩典从头到脚 白白的卖过的忘掉 感谢永述住老场 老场 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 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 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 今天我们思想 去屋存经这个题目 四不真说 每一次的筛选 都是经过神的安排 若没有神的允许 撒旦连一根指头 都不敢碰约伯 撒旦拿着筛子 想筛信徒 但神却借着撒旦筛选的过程 做成炼尽鼓励的工作 因此在苦难中要思想 神所以这么苦练你 为的是要你得荣耀 得那永远的好处 当然 神会用他手中的筛子 将好的跟坏的分开 在筛选的过程 沉重饱满的鼓励 可以站立得住 无论是多么渺小 神都护佑 都顾念 让我们因着神的保守 而欢呼喜乐吧 来到阿末斯书第九章 神其实自己 要在以色列家行审判 但不是全面的 只是部分 阿末斯书九章八节 主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会彻底审判 无人能逃脱 但神会留下一些 忠心的百姓 使他们得以幸免 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 不是要毁灭 而是要炼净 至于那些民中的罪人 就是那些说 祸患必追不上我们 也赢不着我们的 必死在刀下 阿末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神说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是以色列人得以东 所余胜的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 耶和华说的 神会借着基督 重新恢复 大卫王朝以往的荣耀 甚至更加辉煌 使是此人盼望的神 他不忘记 给过大卫的应许 撒摩尔记下七章十六节 神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神的应许在哪里应验呢 就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天使加巴列 对玛利亚说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 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历史上只有一个人 能完全符合旧约圣经 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就是耶稣基督 那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 不像样的子孙 像亚哈斯 马拿西 约亚靖 他们屡屡让百姓失望 甚至西底加王的时候 圣殿被毁 百姓被录到巴比伦 但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约 大卫只是完美君王的影子 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是耶稣基督 他要牧养他的民 政权比永远担在他的肩头上 神与大卫立约 如同日月一样稳固 他是国度的君王 当他再来的时候 他要拆见天使 把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地级 直到天边 都招聚了来 他的选民不是只有 犹太人中间信主的 也有外邦人中间信主的 这事本来是奥秘 初代教会 当外邦信徒增多时 必须决定 外邦信徒是否 要给他们行割礼 守旧约律法中的礼仪 为了是 在耶路撒冷开了大会 《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记载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 述说神 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骑士 他们诸了声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放在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思相合 写着 主的兄弟雅各 引用了先知阿末斯的这段预言 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他说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账目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生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修主 这话 是从创世以来 写明这事的主说的 雅各 是用众先知的话 来看使徒的论述 合不合 是否是出于同一位圣灵 他发现 彼得的说法 是与众先知的话 互相呼应的 都是出于同一位圣灵的感动 外邦人的得救 与阿姆斯先知所说的日后 将要发生的事情 是意思相合的 北国以色列 所背叛侵看的大卫王朝 将要复兴 主耶稣应应了经上的预言 他要带来国度的荣耀 以色列国指神国的影子 整句阿姆斯书到最后 就是以充满盼望的 国度的预言 作为结束 世纪约翰 对到到这里来 受洗的众人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主耶稣 要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他是大有知识的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他知道谁是麦子 谁是康比 英国圣工会大主教莱尔说 谁是麦子呢 麦子就是真基督徒 那些信主耶稣 爱他并成心为他而活的人 他们或许 看自己是有罪的 毫无价值 但他们在神眼中 学着宝贵的 而谁是康比呢 就是一切在基督面前 没有得救的信心 不被圣灵成圣的人 不论他们是公然不信 或自称是基督徒 如果他们没有活泼的信心 不圣洁 那么他们就是康比 他们或许 有属实的恩赐 在世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 抗拒圣灵 神就不喜悦他们 所以不要自欺 而要真真实实地活在神面前 你说 在这世上还有第三种人吗 来日主教说 没有了 主耶稣所说的只有两条道路 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找的人也少 天国的门是窄的 天国的路是小的 彼得说 谁是麦子呢 就是照 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争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彼得前说二章九节 彼得说 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又说 你们的阴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等末世要显现的旧恩 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 保罗说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心造的人 你是心造的人吗 你悔改了吗 你是否真诚信靠基督 并且乐意服侍他 为他而活呢 来而主教说 如果你是康比 最好你及早发现 因为你还有机会悔改 悔改代表改变自己 对神的心思和态度 过去 你的心远离神 背逆他 现在你愿意回转过来 向着神 信从福音 切手他所拆了的耶稣基督 让基督在你心中作王掌权 在他面前真诚认罪 切手他在十字架上牺牲 所赐下的赦罪之恩 这是一个严肃的决定 但却关乎你的永恒 悔改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悔改的心是神赐的 那个感动的动力来自于神 主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的福分 临到那些自觉有罪 感觉邻里贫穷的人 他们听见天国的福音 就肯虚心悔改 在神面前忧伤痛悔 愿意改正行动作为 耶稣说 康奸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照义人 乃是照罪人 一个自觉康奸的人感到 不需要医生 那些自以为义的 就感到不需要耶稣 这样的心态 就是他继续背向神 继续活在罪中 不肯悔改 当天国的福音 传给他的时候 他就拒绝 就轻慢 结果断定自己 不配得永生 施菊·约翰说 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 不要再说 等一等 再看看吧 经商说 当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见的时候 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 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 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 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 神必广兴赦免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他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 保罗说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入自节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真言二十五章 第四节 所罗门说 除去银子的渣子 就银子出来 银匠能以作器皿 当神把国度 带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他会用各样的方法 炼净属他的人 他用炼金之人的火 和漂布之人的茧 来洁净他的教会 叫我们脱离 一些的污秽 弃掉一些的偶像 神知道苦难 能够达到的功效 当苦难一来 麦子跟败子 就分别出来了 当火一般的试炼一来 真的就留住了 假的就离开了 属灵的真地为人 就留下来 扛台圣物 在会幕里侍奉 但现在世界的 就都走了 主要在他的国度里 去屋存经 这乃命定的事 不要在试炼中埋怨神 世上充满了 火燎的气味 要因为明白神的美意 在指望中喜乐 神不会错的 他要把麦子收进仓里 把那些没有内容 轻浮的康比 用火烧了 当我们读旧约 这老大物的账目 是怎么倒塌的 破口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领了教训 就当谨慎 包容自己 不重蹈覆彻 而行在神所喜悦的异路上 直到见主灭了日子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你宽容恶人 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你需和苦难临到我们 是要显出 你的智慧和大能 叫属里人 他们的公义 能如光发出 叫他们的公平 能够名如正午 你有各样方法 炼击你的教会 让圣徒显出 信心和忍耐 你知道 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当你在我们中间 屈无存经的时候 帮助我们 不因为受苦 就离开你 而思想你 效法你 存谦卑的心 跟随你的教宗行 愿你塑造我们 成为一块一块的活石 被建造成为 你荣美的灵工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祝福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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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心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遭寒